你这个水果啊 你应该活着卖 活着卖 你不能这样死卖啊 那怎么卖 你卖不出去了 我现在教你一条 好不好 你不要打七折呀 你应该说第二斤半价 第二斤半价 对 第二斤半价 你觉得是打了几折 五折 五折 你怎么算的 第二斤半价是7.5折 比你这个七折赚的更多一点 为什么要第二斤半价呢 你去买奶茶 有个人说 第二斤半价 你是不是多买一杯 那橘子也是一样的 他会多买一斤嘛 这个是不是销量高了 而且顾客啊 他是一种损失厌恶的 第二斤他不买的话 他感觉他吃亏了 价值感也远了 还有一个 你不要直接上来打五折 你看他想买都不敢买 为什么 他感觉这个橘子好像是 是吧 要处理的橘子 那你应该怎么说 你应该说买一送一 过去感就有了 是吧 不要直接打五折 过去感有了 价值感也没被破坏 为什么不用买一送一呢 对不对 来三人同行 一人免单打了几折 买二送一嘛 6.7折 你这个都不懂怎么做生意的 所以说你真的是死做生意 然后 再讲讲 再讲讲 来充值三倍 当天免费 打几折 你又搞晕了 你这个办会员卡吗 办是吧 比方说办一张 1500块钱的会员卡 你买了500块钱橘子 这500块钱就不要你了 那就等于是什么 是几张 等于说是7.5折 但是充值三倍 当天免费 这样的话 现金流就回得更快 当然你不能跑路 很快有业绩了 直接买打75折 要效果好得多 是吧 来我再跟你说 你这个橘子 实在卖不出去了 别说快好几天了 没卖出去 是吧 你就说第二斤半价 第三斤免费 第二斤半价 第三斤免费 一下卖完了 他买第一斤免费是免费的 那相当于打了几折 你说 哎对 五折 知道吧 当你这个橘子快烂的时候 你就搞这个活动 及时处理 先去做生意 脑子做 活着做 买单 我这西瓜多少钱 一共八十九 八十九是吧 来我这给你一百 你找我钱吧 诶 等一下 我这里还有一块 你找我个整数十块就行了 找了十块啊 谢谢啊 嗯 哈哈哈哈